欢迎来萧森志,我是喜耀 在昨天赛萨迪就公众的否认了 他将出席国盟的巡回演讲 其实整个访问里面有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他讲他会出席这个活动 但是这个活动不专属于国盟 它是一个多党派的活动 然后里面也有非政府组织会参加 都是为了共同的诉求 所以没有问题 出席这个活动不是国盟的活动 第二点,其实他也是退守了 他讲说其实到最后我要不要出席这个活动 并不是我说了算 是武达这个政党说了算 所以他们批准我就去 不批准我也不能够去 所以我听了这两个解释 你可以把它视为是赛萨迪的公关处理 坦白讲我是觉得非常不满意 首先第一点 他讲说他不是出席国盟的这个活动 但是这个活动的名 国盟把它称之为Jalaja PM Jalaja PM 就是国盟的巡回演讲 所以名号上就是国盟的活动了 你要怎样否认 而且具体上来讲 国盟就是主体 你讲说有一些小政党 有一些独立人士什么参加都好 但是谁是大哥 谁是那个组织动员的人 谁是那个大台的人 谁为这个活动带来了流量 带来了曝光 带来了知识者 观众 国盟 土团跟伊斯兰党 假设你自己觉得说 这个活动的重点不是在国盟 那不如这个穆大还是拉着几个 可能非政府组织 你从马来西亚全马 你从北去到南 你自己给演讲 你看看 那个多少人会参加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 塞塞迪也清楚的知道 其实这次的选回演讲 主角 就一定是国盟 所以为什么他还要去呢 就是他知道说 他在那边发表演讲 给自己政治演说 会得到更多的曝光 跟认同 所以假设你是想要趁国盟的热度 你就自然的要给人家抽水了 OK 抽水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今天题目讲的 我觉得塞萨迪或多或少 应该是被老穆摆了一道 摆了一道的那个重点是在于 他可能不知道穆尤丁会那么早宣布 以至于他跟穆大这个政党 还没有进行任何的协商的时候 还没有同意说法 就给穆尤丁报出来了 一报出来的时候 你看 穆大前出来骂塞萨迪 讲说他不听从党的指示 塞萨迪后面两天过后 才讲说他要听党指示 就是你看他前言不对 后语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你看老穆 为什么在前两天的时候 就是在报这样事 我觉得他也是非常的狡猾 你一旦把塞萨迪将为国盟 助政这个东西放出来 到最后 不管是塞萨迪 他去还是不去 其实意图就很明显了 塞萨迪就是清国盟 塞萨迪就是清土团 跟这个伊斯兰党 这个消息一出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 把塞萨迪 穆大抽离于西盟 就是以后 这个塞萨迪 他就算要跳去什么政党 也很可能是跳去国盟 而对穆尤丁来讲 假设他可以把塞萨迪 拉去国盟这边 对他来讲 是有一些好处的嘛 OK 毕竟这个人呢 还有一点点的名气 OK 虽然呢 现在是被很多的人 这个讨厌了 但是他平时在这个社交媒体 有年轻人看 他会骂这个政府 有人去认同 所以呢 如果把他召进这个国盟里面 对他们来讲 尤其是土团党来讲 塞萨迪又不是非常宗教的人 会有他的好处 所以我认为这是穆尤丁其中一种手段 其实目的就是呢 希望一直的把这个塞萨迪拉在自己的身边 就算是到最后 他们不要把他拉进这个政党里面 但是让穆达变律 跟伊斯兰党染指什么 都会有其好处 毕竟一起出席了演讲过后 以后国盟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讲一些极端东西 那塞萨迪可能就不会那么大力 大力的去碰击他 可能是这样子讲 总之多一个朋友多一个敌人 我相信这是穆尤丁想的事情 所以现在难堪的就变成穆达跟塞萨迪了 到底是要出席 还是不要出席呢 但是趁如我讲的 其实现在差别已经不大了 因为消息已经传出来 那你澄清 没有及时的澄清呢 其实基本上大家的既定印象就是呢 塞萨迪跟国盟就是一国的了 就是他说有没有正式加入而已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呢 到最后要取决于穆达这个政党 怎样去做出决定 那他们本身是不是还要维持这第三势力 还是其实他们已经在 团体政府跟国盟中间呢 做出了这一个选择 这个事情其实要尽早做决定 在下次的大选才容易去布局 OK 所以这期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不知道你怎样看这样的事情 欢迎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